当播NBA篮球快讯,星期四早早,NBA常规赛展开连场击战 其中一场比较引人,注目的对阵当然是东岸一哥76人坐阵主场迎战西岸以当家太阳 由于主力球员相决,76人近期表现并不稳定 反而太阳在意外不敌马刺之后,上场迅速手印攻陆重返胜轨 这样的情况之下,太阳这次出征胜算明显更大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76人上场不敌勇士,导致之前一波四连胜就稿作废 宾史蒙斯同道比亚斯夏里士已经分别相决了一至二场 今场依然上阵成疑,正底组以艾比迪有些孤掌难明 而顶替两个出战的米高市角和阿福科马斯明显力不从心 尤其米高市角,上场对阵勇士出战14分钟 各项数据除一次投射和犯规之外全部挂零 明显是输给勇士的因素,同时都是由于核心球员决阵 76人在之前四连胜,已经有强脑之末的迹象 他们净胜分越来越低,而且最后一场面对快艇更加差点 就浪费半场领先双位数的优势最终以三分险胜 更为不利的是,76人最近三次对阵太阳全部饮恨收场 其中最近一次全主力出战都以九分之差落败 这样来看,目前领跑东岸的76人恐怕难逃避太阳 格食格的厄运 太阳今季表现超乎想象 他们目前已超过七成的胜率稳居西岸次值 而且在拥有洛杉矶商鸿和勇士的太平洋区甚至一枝独秀 其实原因是,基斯保罗的加盟由头改变太阳的命运 虽然他长,均15.7分 8.8次助攻同4.6个蓝板未算超具表现 但在他们带动同盘活传队的能力是肉眼可见 以上场战胜攻陆为例 在基斯保罗13次助攻引领之下 太阳全队6人得分上伤 其中4个更加达到20几 最终仲致成成功陷了麦拿伦论坛球场 就算是,斩获全场最高33分的亚迪图坤保都变得肯然失色 基斯保罗,迪云布加和迪安祖艾顿的 三角组合内外区阶 只要球员能够保持健康 太阳今季最终成为西岸常规赛冠军都绝对不会令人意外 另外,太阳今季不止在西岸耀武扬威 就算是同东岸球队交手都是优势明显 今季面对东岸球队歌阵 太阳战绩17胜6负 胜率更加,直逼7成4 这次走坊上场刚刚遭遇失利的76人 不妨看好太阳成勇再下一成 阵容方面,前锋A拿达因相缺阵 想紧贴MBA资讯? 快点追踪我们的Facebook 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来自苏 nya时贵MBA资讯 得知火 在态大致的ий面 放递 投赛 上 我的目的 有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